知疫情方能科学应对 本节课我们学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相关知识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是专家从武汉市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下呼吸道分离出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其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 那么哪些人容易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呢? 专家认为人群普遍易感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免疫功能低下和免疫功能正常人群均可发生 与接触病毒的量有一定关系 对于免疫功能较差的人群 例如老年人 孕产妇 或存在肝肾功能异常 有慢性病人群 感染后病情更重 新型冠状病毒会人传人吗? 从一些聚集性病例的发病关联次序判断 该类病毒人传人的特征十分明显 且存在一定范围的社区传播 你知道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有哪些吗? 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是经飞沫传播 接触传播 包括手污染导致的自我接种 以及不同大小的呼吸道气溶胶近距离传播 目前 近距离飞沫传播应该是主要途径 那么 什么是飞沫传播? 飞沫一般认为是直径大于5微米的含水颗粒 病原体由污染源排出的飞沫通过一定的距离 一般为1米进入易感的粘膜表面 进而使易感者吸入受染 飞沫的产生一般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 咳嗽 打喷嚏或说话 二 实施呼吸道侵入性操作 如吸弹或气管插管 翻身 拍背等 刺激咳嗽的过程中和心肺复苏等 下面我们了解下接触传播 接触传播是传染病的病原体 通过粘膜或皮肤的直接接触 传播给其他人 一般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一 携带病原体的血液或代血体液 经粘膜或破损的皮肤 进入人体而引起的传播 二 人体直接接触 含某种病原体的分泌物而引起的传播 下面我们了解下 什么是密切接触者 密切接触者是指14天内 曾与病毒的确诊或高度疑似病例 有过共同生活或工作的人 包括办公室的同事 同一教室 宿舍的同事 同学 同机的乘客等 以及其他形式的直接接触者 包括病毒感染病人的陪护 乘出租车 乘电梯等 接下来我们看看对密切接触者 有哪些注意事项 所有跟疑似感染病人 可能有接触的人 包括医护人员 都应该有14天的健康观察期 观察期从和病人接触的最后一天算起 一旦出现任何症状 特别是发热 呼吸道症状 如咳嗽 呼吸短促或腹泻 马上就医 下面我们了解下对密切接触者 监控的一些建议 一 如果接触者出现症状 要提前通知医院 将前往医院 二 前往医院的路上 病人应该佩戴医用口罩 三 避免搭乘公共交通 应该呼叫救护车 或者使用私人车辆运送病人 如果可以 路上打开车窗 四 生病的密切接触者 应时刻保持呼吸道卫生 和进行双手清洁 在路上和医院 站着或坐着时 尽可能远离其他人至少一米 五 任何被呼吸道分泌物 或体液污染的物体表面 都应该用含有西式漂白剂的消毒剂 清洁 消毒 接下来我们了解下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患者有什么临床表现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进入目前的流行病学调查 潜伏期一般为3到7天 最长不超过14天 其病以发热 乏力 干咳为主要表现 少数患者伴有鼻塞 流涕 腹泻等症状 重型病例多在一周后出现呼吸困难 严重者快速进展为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浓毒症休克 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 和出凝血功能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 重型 微重型患者 病程中可为中低热 甚至无明显发热 部分患者仅表现为低热 轻微乏力等无肺炎表现 多在一周后恢复 从目前收治的病例情况看 多数患者愈后良好 儿童病例症状相对较轻 少数患者病情危重 死亡病例多见于老年人 和有慢性基础疾病者 那么在临床上怎样识别观察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呢? 临床上识别观察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需同时符合两个条件 首先 从流行病学史的角度 患者在发病前两周内 有武汉市旅行或居住史 或发病前14天内 曾接触过来自武汉市 或其他有本地病例 持续传播地区的发热 或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 有聚集性发病 或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 有流行病学关联 然后从临床表现上 患者会发热 具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影像学特征 发病早期 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 或淋巴细胞技术减少 在观察病例的基础上 采集痰液 咽试子等呼吸道标本 进行病毒核酸检测 即可做出病原学诊断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 相关防控措施 一 遵循前面内容模块中介绍的 各类防护措施 工作区域 个人日常 居家 做好日常防护工作 二 勤洗手 少出门 必要出门时需戴口罩 有效预防病原体 通过接触和飞沫传播 三 根据室外空气质量情况 尽量做到房间通风换气 四 做好日常清洁消毒工作 新型冠状病毒对热敏感 56度热水浸泡30分钟 75%酒精含氯消毒剂 氯房等脂溶剂 均可有效灭活病毒 本节课主要给大家介绍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相关知识 包括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都有哪些易感人群 是否会人传人 其传播途径是怎样的 哪些是病原体的密切接触者 对密切接触者的注意事项 及监控建议是怎样的 该类病毒感染者有什么临床表现 在临床上如何识别观察该类感染病例 以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措施 以上内容您都掌握了吗